在历史的卷轴中,状元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,他们以卓越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,成为时代的璀璨明星。 然而,想象一下,如果告诉你,整整三分之一的中国状元竟然涌现自一个特定的省份,这个省份就如同一个庞大的学霸省,这个学霸省在哪? 他又是如何成为状元的摇篮,培养出了如此庞大的一批学业精英,以史为鉴,以往见来,订阅瑞丽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随文帝时期科举应运而生,只不过这时候的科举存在很多缺陷。 同时,这时候的科举没有完全地运用起来,到了唐朝时期,科举制的运用依然是存在的,尤其是到了武则天在位时期,由于他的皇位来路不正,所以在当时的唐朝影响力有限, 这时候的武则天急需一批志士之能臣,就这样武则天将科举运用了起来,也正是因为武则天的运用,让科举制成为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方式,从隋朝开始,一直到清朝时期,科举制才废除,要知道历史上的科举制发展了一千三百余年,到了清末才废除,科举经过不断的发展,早就变得非常完善了, 不过能够考中科举的状元,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,寒门子弟苦读的过程中,能够中一个举人,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,举人考试是通过相试进行的,能够在这首考中,就已经代表了出人头地,之后就是殿士,主考官是皇帝,殿士考过了,就是进士,能够考到这里,就已经是朝廷的官员了, 状元,榜眼,探花,就是电视的前三名,能够成为状元,绝对是古代读书人的追求,这代表着自己以后的前途无量,考中状元的读书人,可谓是极少,纵观科举存在的一千三百余年, 状元只出现了五百九十二位,很多地方甚至几百年都不会出现一个状元,但有一个省份却很特别,历史上的状元有三分之一都来自这个地方,被人们称为学霸省,这个省份就是福建省,福建,是一个文化和教育十分繁荣的地方,特别是莆田地区,更是将教育看作重中之重,据统计,从唐朝到清朝期间,莆田共出近是二千四百八十二人,状元二十一人,至于举人和秀才, 更是不可计数,这放在整个中国来看,也是出类拔萃的,福建能出那么多名状元,其实和它的历史发展是分不开的,唐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期都处于战火连天的状态,而五代十国又以少数民族为主,所以各大世家纷纷向南方迁移,等到中原一统天下,各大世家中又有不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功名,这样的风气在南方极为盛行,并且从宋朝开始, 国家的经济重心就开始难移,南方普遍要比北方富裕,而培养一个读书人是要花费不少心血和财力的,所以南方的文人末课才会比较多,读书人一多,状元自然就多了,福建的地形多以山地为主,只有东南部地势较为平缓,可以用来种植传统的农作物,所以福建从古代开始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问题, 大多数福建青年为求生计,只好在海上捕鱼,做买卖,靠海吃海,但他们始终有一个理想,那便是让后代可以通过读书来改编命运,到了宋朝时期,正是国家大力发展海市贸易的时期,因此,莆田走出了很多的富商, 并且在贸易中,他们将各地的物品都带回莆田,特别是一些珍贵书籍,这些都给当时的年轻学子创造了读书学习的机会,而且在重视教育的思想作用下,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会反补教育上的缺陷,如此的良性发展,使得莆田在宋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,这也是为何宋朝是莆田科举史上巅峰的根本原因,比如莆田人陈文龙, 他是公元1268年的状元,他生前是南宋朝廷的公古之臣,两次斩杀袁廷的招降使者,带领宋军抵抗袁廷的进犯,被称为民族英雄, 他地位最高是因为在明朝时期,他被加封为水部尚书,镇海王,同时列入了诸神祠进行祭祀,所有的百姓和皇帝都需祭祀他,甚至在当时的民间,流传着官传拜陈文龙,民传拜妈祖的说法,可见陈文龙的地位, 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,上升到了神灵的层次,而且陈文龙还是福州城皇庙供奉的庙神,在如今的福建和台湾等地。 还有许多祭祀陈文龙的庙宇,这足以让他成为历史上地位最高的状元,而在明清时期,福建的科举铸铸就了一榜三顶甲的传世家画, 一榜三顶甲出现在宋明宗嘉定元年,1208年,侯官人郑姓之为状元,福清人孙德鱼为榜眼,侯官人黄桂为炭花,三人皆是福建福州人,而到了清朝, 也有状元创造了自己的辉煌,他就是林则徐,林则徐出生于草根阶层,父亲是个教书先生,虽曾中过秀才,父亲却一辈子清贫,加上家里有十二个孩子,三个儿子和八个女儿。 连吃饱肚子都很困难,林则徐母亲要照顾这么多孩子,还要做一些手工活贴补家用,林则徐在这种家庭长大,是毫无背景的平民学霸,完全依靠自己超群的能力,成为顶级官僚, 道光十九年,一千八百三十九,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,奉命道光的旨意,清剿广州的鸦片贸易。 林则徐会同邓延珍等传讯十三型洋商,命外国鸦片贩子献期缴烟,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,经过坚决的斗争,林则徐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,收缴全部鸦片近两万箱,约二百三十七万余金,之后便是著名的虎门硝烟, 由于收缴来鸦片的数目过于巨大,历时二十三天才算彻底销毁干净,也正是虎门硝烟,让林则徐一跃成为了人民心中的英雄人物,就连道光皇帝也是对其大家赞赏,后来更是亲笔书写了福寿二字。 赠予林则徐,在虎门硝烟之后,林则徐发现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大清朝,他为了寻找强国粮策,组织翻译了四周制,这是183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地理智书,林则徐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大清朝的未来,林则徐从书中发现, 原来这个世界不只有大清国和周边的蛮蚁小国,还有英国、法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等未治的国家。 偌大的大清帝国其实只是这世界的一语,就像叶郎国置于大汉王朝一样,因为四周制的编译,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看世界的第一人。 有人说这个称号属于魏元,这是怎么回事呢?实际上,魏元就是受林则徐指托编书的人,他们一个是主张者,一个是执行者,一般来说,都是把林则徐认为是近代史睁眼看世界第一人,常有人笑道。 中国人骨子里都流淌着对读书人的尊重,是的,即使在发展日新月异,出人头地,不再只有寒窗苦读这一条路的今天,中国社会依旧非常的尊重读书人,也许是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科举制便存在了一千多年,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不可估量,也许是读书人作为探索未知领域的人类先锋。 总会比其他人更多机会揭晓世界的奥秘,出于对未知的尊重,便也同样尊重挖掘者的身份,又也许,中国社会对于读书人的尊重,是中华民族渴望向上求索的缩影。 今天,福建的莆田,依然保有中国教育之乡的美誉,那里至今还保留着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期间特赦的赛踏月景观。 那是科举考生们在创建神像祈祷时候踏出来的月亮形坑洼,历史的痕迹印刻在土地上,这也正是中国教育发展脉络的印证。 今天,科举早已成为历史,但那种勤勉求学。 开拓进取的精神,却在每一个福建人的心里流淌,这也正是福建之所以成为学霸之洲的至圣法宝,当代的许多政商学界领军人物,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,腾讯的马化腾,还有一系列学界大牛级人物,也正是这种科举文化基因的继承者,可以说。 一脉相承的福建精神,既招视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品格,也预示着福建人无限的发展潜力,这就是福建独一无二的学霸地位的根本所在。 福建学霸省传奇彰显民族璀璨归宝,见证福建人民拼搏精神与家国情怀,这片土地必将诞生更多英才与状元,为国家繁荣与民族强大贡献力量。 书写新时代辉煌,福建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省份,承担开放合作,创新发展使命,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有人,共同谱写新时代辉煌篇章。